打开观感,眼前的一幕令专家终身难忘,只见一名女士手握桃子,五官立体激如宁之,突然,女士竟然动了起来,吓得专家当场两腿瘫软坐在地上,等缓过神来再看女士已经模样大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保持你的好奇心继续往下看。 1985年的一天,湖南怀化双桥之村民张秋敏,扛着把锄头打散上山挖红薯,非常奇怪老张费了半天力,竟然一个红薯都没挖到,累得他气喘吁吁,本打散放弃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在翻过的土地里有一个东西,老张拿起过简单清理盘上面的泥土,惊奇地发现这竟是知遇三子,活了一辈子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好事,激动的老张揣兜里就往家跑,连锄头都忘了拿,回到家,老张迫不及待地将狱子, 他仔细地清理干净,他仔细端详这玉簪,预置温润晶莹通透,并且雕刻精致繁杂,一看就知道这是知价值不菲的宝贝,刚开始张秋敏把簪子当传家宝一样供着,但时间一久他开始觉得不对劲,这么珍贵的宝贝,谁会带着遗失在荒郊野外,心里越想越不拦,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主动把玉簪上交到当地文物部门,并将整件事的来龙巨脉告诉了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资匮乏, 这只玉簪可价值不菲,能瞬间提升一家人接下来的生活水平,然而面对巨大的诱惑,张秋敏却依然选择主动上交,属实令人佩服,袁令县博物馆馆长夏湘君见到这只簪子,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寻常之物,即便放在古代,也不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东西,夏馆长心里歌登一下意识到此时非同小可,迫切地询问村民簪子的来历, 按照村民老张的指引,夏馆长一行人赶到了发现簪子的地方,几人稍作探查,果然发现簪子背后惊人的秘密,就在发现簪子的正下方竟然有做古墓,很快双桥村古墓的消息迅速传开,不少人在猜测牧师里面会有什么惊世宝藏,有不下情人都想要来此碰碰运气, 为了不造成文物损失,经研究决定,开始对古墓进行保护性发解,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专家们也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座古墓到处都存在着矛盾点,被与古人来说是死如是生,非常的注重丧葬仪式,墓中既然有玉三陪葬,说明墓主非富即贵, 然而古墓的规模却显得非常简朴,等挖掘工作结束,墓主人下葬的年代终于被确定下来,考古诈尸现场,湖南八百多年前元代古墓主,本来肌肤先念的女士抽动之后,皮肤瞬间干枯萎缩,科研专家背下的瘫倒在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细致挖掘,考古人员惊奇的发现,这座墓中竟有两口棺材,而且都保存十分完好,当专家打开其中一个棺盖时, 从缝隙内看到了奇特的景象 我们把棺盖一打开,看见女士的手边放着一只桃树枝,这只桃树枝,它蒙滑的那个心芽,好像是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桃树枝放下去,非常非常非常,我们当时是震惊的 下馆长在看到女士手里拿的桃树枝,先念的像是刚从树上摘下的一样,然而这样神奇的场面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棺盖完全打开,树枝瞬间变黑,简直就像做梦 接着,当下馆长看到女士的容貌,再次淡定不住了,只见女士宛如睡着的美女,五官立体皮肤晶莹水内,老家看得正入神 忽然,女士竟然自己动了起来,所有人见到,都背下的两腿坦然赶紧后退 当有人鼓起勇气再上前看,女士已经变得两眼凹险,皮肤溃亮干比,仿佛瞬间历经了千百年,见到这般诡异的情形 众人立即将尸体送到研究所进行分析,幸好只是一场虚境 医科院主任做出解释说,人体体内有很多产气细菌,在尸体腐烂的时候,这些微生物就会在体内产生非常多的气体 当关盖打开,棺材里的气压失衡,尸体体内的气体就会从口鼻肛门冲出 所以熊枪会像气球一样缩小,这才造成了尸体挥动的假象 尸体之所以会瞬间变得干比,是因为跟树枝一样的氧化反应,由于人体的体量比较大 所以反应比起树枝会稍微有些延迟,原来如此,果然是学好树里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么神奇的场面,恐怕考古人员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带着感叹继续考古工作 他们惊讳的发现墓室规模虽然不大,出土文物确实一点不少 墓中先后出土的金银玉器共有一百多件,这些文物一件比一件精美 一件比一件华丽,其中大多都是首饰饰品 可见女主生前定是一个暧昧之人,并且根据墓中陪葬判断 墓主从前一定是个贵族,在棺盖的笔布固定着一张卷布 上面写着谭氏夫人,由此可知女人应该姓谭 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关于墓主的信息了 于是大家都将希望寄身于另一口棺材中 就在这时,考古现场发现了一张特别神奇的东西 专家仔细研读后发现,这竟是一张来自八百多年前元代的广告 它是全世界现存出土年代最久的广告 专家分析,这张广告也反映了中国在元代时期 繁华的事情之下,那么广告上宣传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另一个难关中又会出现什么神奇的现象呢 你捡到价值百万的古董会选择上交吗 1985年,湖南省张秋民捡到古董玉簪,上交后 专家竟根据线索,发现一座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夫妻合葬墓 墓中一百多件金银玉器极度奢华 经过女官诈事的插曲 为确定墓主身份,专家决定打开另一口棺材 与女官相比较,这具男主官外形格外厚重 棺材的表面还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 随着棺材被缓缓打开,震撼的画面再次出现 二号坡开关是非常纯静,非常安静 当时它的整个面部,它的肤色,都是就像那个真人睡着一样 专家发现这具尸体,与马王对部辅女时心追夫人相比 保存的完整程度更加完好 而且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不但四肢完整面目清晰 就连头上的发肌都十分的整洁 让人乍一看,就像是一位老人刚刚睡着了一样 元代的尸体到现在还能保存到这种程度 要不是众人亲眼所见 根本不会有人能够相信 就在这时科研人员在墓中发现了一件墓 揭开了墓主的身份 这是一块南墓搜的灵牌 这种灵牌在当时被称为地气 是墓主到英曹地府置办英宅用的 工作人员将上面的脏污清洗过后 几排清洗的字迹显露出来 大远国江南湖北到 陈州入元陵县东关锦和黄 坟区市者黄承存 领牌上明确的写道 墓主名叫黄承存生于南宋时期 随于元大德九年 于公元1305年下葬 活到了78岁 专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墓主是分管元陵县的一个官员 官籍是支州 方到现在也就是市长 随后专家又从关内找到两块金币 上面还刻着金玉满堂长命付贵八个大字 经证实这是元朝特有的金币 所以墓主仍是元朝官员的身份无疑 由此墓主的身份算是真相大白 专家接了又解释说 元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 只有97年 是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王朝 所以流传下来的史书文献极少 史书上没有记载这座墓葬的内容 也是合情合理 我国对于元旦墓葬的出土量十分稀释 这座元朝官员墓葬 对于研究元朝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此考古工作就基本结束了 可话说回来 为什么女师直接失别 而男师却完好无损了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